在家中若您想要設定FBM80X的話 其實只要有幾個簡單的配備就可以達到了 第一個是在家中都會有的無線AP 那第二個就是iPhone 第三個就是80X 那第一步主要就是把網路線接在80X以及無線AP上面 可以看得到它後面是以網路線連接的 在手機設定的第一步就是將您的WiFi連到您的無線AP 那也可以點進去看一下它無線AP裡面的一些資訊 在這裡可以看到路由器的一些資訊 可以看到這裡是192.168.0.1 那它的網域就是0 您可以將這一串的數字抄寫下來 在等一下設定的時候會比較方便 在EagleEye設定的部分 你可以將您的資訊新增到裡面 也可以使用我們的LocalNameResearch功能 在IP的部分 要請您務必改成同樣的網域 在GateWay的部分也麻煩您更改成剛剛在Router那邊看到的資訊 在Port的部分也很建議您把它改成88 如果整個程序完成後它在Status會出現Done或是Fail 那在出現Fail的時候請您按右上角的這個鍵 那它就會請您選擇是要DDNS或是Local IP 那建議您先選擇DDNS 這樣等一下您就不用自己把一大串的DDNS帳號Key到IP的位置 那您可以試試看是不是可以再去往下看到影像 看到影像之後就代表您可以再去往下面連線成功 那第二步要做的話就是Port Forwarding的部分 那接下來做Port Forwarding的部分 第一步就是先到無線AP裡面去做設定 那要如何進入無線AP 只要看它機身上面有個貼紙 那都會告訴您說它預設的網址是什麼 那進去之後Key完照片就可以看到裡面的頁面 那在這一台示範的機種裡面 可以看到如果要設定Port Forwarding的話 可以從這裡去做設定 那如果都設定完成了之後 下一步就可以直接利用DDNS 從外部去連接到你的IP10 在完成Port Forwarding之後 您可以關掉你的Wi-Fi 利用3G去試試看是否可以真正的去連線 如果您也在3G的狀況下看到畫面的話 那代表您在家裡外面的話也可以去做連線的動作 接下來要問您示範的是Push Video的功能 那您只要輕輕的把這個開關打開 那就可以啟動了這個功能 這個訊息是告訴您說它這個已經啟動了 那接下來您可以把程式關掉 然後繼續做你的事 那如果說有啟動的話就會告訴您 我們另外一個用來自招待的起刀 開啟動的起刀 就是它的成績 所以我們不要說的話 就是刀子對白的起刀 那麼大家可以做到FUS 完全不清潔 它是一種效果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